今儿本来说到外边餐厅 这个搓顿饭 是吧 到餐厅 结果 昨天这个比利时 发生了恐怖分子 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袭击瑞典球迷 用这个AK-47冲锋枪 打死两个瑞典人的事 今天这个巴塞罗那警方 发布了这个预警 发布了警讯 我们就不出去了 再加这个胡萝卜 这个丸子 是吧 这个尖椒 土豆 尖椒凹土豆 土豆炖尖椒 柿子椒 来点肉丝 大馒头 这个红薯 蒸红薯 蒸大馒头 我们这是杂面馒头 这个 富强粉 一部分 然后再来点玉米面 这个纯白面的 现在不爱吃 我爱吃粗粮 在家安全 是吧 最近大家少出门 外交机构 市中心 火车站 飞机场 百货大楼 商业机构 繁华地段 是吧 都要小心了 确实危险 是吧 哈马斯 偷袭 恐怖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反击哈马斯 造成的紧张局势 已经这个有这个外溢效应 就像在这个水里边啊 往池塘里 扔一颗石头 这个连椅 一圈一圈的外溢 是吧 已经在这个法国北部 一个极端分子 用这个刀杀死了一个教师 是吧 然后中国在朝阳区的这个 三元礼 新元礼 佐家庄 香和园 是吧 袭击了一个50岁的 以色列外交官 用刀给他割伤 没有弄死 伤了 是吧 说是袭击者是一个53岁的 从事小商品生意的啊 卖小商品的批发的 还是怎么样的 没说他的国籍 99%吧 应该来自中东 巴勒斯坦呀 摩洛哥呀 阿尔及利亚呀 突尼斯呀 埃及呀 沙特呀 约旦呀 伊朗啊 反正是个白人面孔 白人面孔啊 中东人很多也是白人啊 是吧 然后美国也发生了 美国一个白人 伊利诺伊州吧 一个老头 房东 然后把他的那个房客 一个巴勒斯坦女人给用刀给给扎伤 然后把那个女儿 一个很小的女儿啊 八岁还是几岁 然后给扎了二十多刀给扎死了 是吧 所以这个啊 欧洲 北美全世界 是吧 北京 是吧 比利时 法国 美国都发生事了 少出门吧 跟家吃点家常饭 是吧 总比到大街上 要安全一些